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着讨要二十万的赡养费 那段时间他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里 设有成果担心他想不开 便强拉他去K哥 人生顶费的包房里 曾家独自窝在角落里 闷头喝酒 这副格格不入的模样 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 这人便是冯宁 他好几次想靠近搭讪 都被曾家全身散发的 生人无尽气场 下退了 后来冯宁去洗手间 路过楼梯口 听到一个姑娘用南京话争吵 他好奇地推开门 撞见了正在打电话的曾家 看见他增加迅速地挂断电话 冲他口 看什么看 没看见过人吵架吗 冯宁一愣缓了半天才说 见过呀 就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吵架 曾家像看傻子一样 白了他一眼 昂头 从他身边挤了过去 看着曾家的背影消失在转角 冯宁脑中莫名跳出一则 不知道在哪看过的冷知识 说是男人对女人的关注时间 若超过了8.2秒钟 很有可能 他已经爱上了他 聚会结束后 冯宁主动提出送 陈果和曾家回家 谁知 半醉的曾家 一上车就睡着了 完全不给冯宁机会 冯宁不死心 找陈果要了曾家的电话 加微信 发短信 结果 全部失陈大海 还好陈果是个贴心的朋友 一周后 他拉曾家出来看电影 俩人总算又见了面 明明是 在这种人潮涌动的影院门口 但曾家出现的那一刻 冯宁觉得所有人 都沦为了背景 他眼里只剩下 那个闪闪发光的姑娘 那天之后 曾家发现 自己走到哪儿 都能偶遇冯宁 公司楼下的咖啡馆 小区门口的便利店 就连他经常去发呆的书店 也能看到他的身影 每次 他都特夸张地 跟他打招呼说 曾家姐 好巧呀 我们又见面了 有一次 曾家没好气地问 你都不用工作吗 冯宁笑嘻嘻地说 我老板给我放假 让我来追你 追不到就扣公司 曾家立刻冷下脸 扭头就走 冯宁的心 昭然若揭 他怎么会不懂 只是 他根本不敢 所有人都以为他酷 其实 酷只是他保护自己的伪装 和初恋在一起时 他以为自己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女孩一样 拥有爱情 拥有亲情 当初恋父母询问他家中情况时 他坦诚相告 自己从小被亲生父母送人 现在和养父母在一起 结果 初恋当晚就提出了分手 理由是他父母接受不了他这样的绅士 以及他的家庭 生而为人 曾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 以及父母 他以为初恋是他人生的一道光 却不曾想 这光亮得快 灭得也快 曾家后来才知道 所谓绅士 这些都是借口 初恋的父母只不过听说 他和养父母关系不好 养父母将来不但不会给他嫁妆 还得找他要20万的上养费 儿子的负担太重了 因此 冯宁正式表白时 曾家断然拒绝 冯宁急了 问他到底哪里不合适 你很好 只是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曾家不想给他任何幻想 这个理由我不接受 如果你说不出来原因 我就明天再来 后天还来 冯宁态度坚决 曾家望着眼前这个执着的男孩 心绪起伏 冯宁 我知道你喜欢我 可是你了解我吗 了解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吗 冯宁说 我喜欢你跟你父母有什么关系 你父母就算是杀人放我的墙套 我也喜欢你啊 曾家的眼眶呢 湿润了 初恋说分手时他没有哭 成果安慰他时他没哭 从12岁开始呢 曾家就再也没有掉过眼泪 因为他明白 眼泪这种东西 在不爱你的人面前 根本一钱不值 可是现在 他在追了自己大半个月的男孩子面前 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曾家第一次 像另外一个外人 他露自己的过往和内心 曾家两岁多时 亲生父母想生儿子 便将他送人了 养父母之所以抱养他 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 对他还不错 后来他们意外有了孩子 对待他的态度 就彻底变了 养父脾气暴躁 对他不是打便是骂 养母倒是不打他 却几乎不肯他说话 也不理他 长大后才知道 养母对他使用的是冷暴力 甚至比养父的拳头更可怕 七八岁的时候 他就承包了家中大部分的家务 九岁的时候 他开始踩着小板凳 给全家煎鸡蛋 有一次他因为睡前 忘了晾晒洗衣机里的衣服 半夜被养父从床上拽起来 狠狠地打了一段 打完之后 养父让他跪着写下保证书 保证下次绝不忘记 对小小的孩子来说 父母就是他的全世界 是心中安全感的唯一来源 于是 增加拼了命的讨好父母 有一次 他想像弟弟一样 在父母面前撒个娇 得到的却是父亲的一巴掌 他一直以为 父母只是重男轻女 直到十二岁那年 养母告诉他 他不是他们亲生的 他哭着不肯相信 养母一个耳光 扇在他的脸上 然后把他拉到镜子面前说 你好好看看 你哪一点 长得像我们王家的人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自己努力讨好父母 却从来得不到他们的回应 他也终于明白 哪怕他拿出 全部的真心和热情 也五不热他们的心 十八岁那年 养父母宣布不再管他 高中毕业的增加 只身前往南京打工 增加倔强地说 你看 我连大学都没读过 我的前男友 也是因为接受不了我的身世 才跟我分手 所以 你确定 还要追我吗 冯宁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上前将增加 紧紧地搂进自己怀里 冯宁追求增加的第四十五天 他终于点头 同意当他的女朋友 在一起之后 增加才知道 冯宁 之前说的老板呢 就是他自己 冯宁是东北人 在南京读大学 毕业后便留在这里创业 父母为了支持他创业 买了东北的房子 也在南京安家了 如今 他和父母一起开装修公司 父母负责工程 他负责设计 和增加认识的第一天 冯宁就告诉父母 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姑娘 父母鼓励他 喜欢 就去追 冯宁说 我爸说了 如果这个月再追不到你 真的扣我矿工的工资 增加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像是像太阳一样 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慢慢发芽 想要忘记一段感情 方法永远只有两个 时间和新欢 要是时间和新欢 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 原因只有一个 时间不够长 新欢不够好 冯宁自然是好的 用成果的话说 像冯宁这种暖男 已经快要绝种了 你再也不收了他 小心被别人抢走 是啊 他脾气好 有耐心 重要的是 他成长中 那些好的坏的 他统统都接受 这样的好男人 他为什么要拒绝 只不过当冯宁提出 要带他回家 见父母时 增加退缩了 初恋父母 带给他的阴影 他一直忘不了 更何况 养父母催债的电话 一个接一个 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 增加没有想到 他不去见冯宁的父母 冯宁的母亲 却主动来找他了 那天公司前台告诉他 有位阿姨找他 起初增加还以为是养母 来南京找他讨要申养费了 出去后却发现 是一张陌生又亲切的脸 对方一见他 连忙自我介绍 增加你好 我是冯家的妈妈 我在他的朋友圈见过你 冯宁母亲告诉他 他的客户刚好也在这栋楼里 所以就想着来见见他 说着冯母热情地拉过他的手 要带他去吃饭 去的是南京大排档 冯母去洗手间的时候呢 冯宁给增加发来了微信 是他和母亲的聊天记录 冯母说 臭小子 这姑娘我喜欢 你赶紧把她娶回家 看到这条微信 增加一时没忍住 眼泪哗就出来了 他忍不住嘲笑自己 自从和冯宁恋爱后 真的是越来越爱哭了 那顿发 增加呢 吃的是莫名行案 分开的时候 冯母握着增加的手说 孩子啊 你家的事情 冯宁都跟我们说了 我们家不要任何家装 你养父养母 执意找你 要那二十万的抚养费 我们来出 那一刻 增加再也忍不住 他扑进了冯宁母亲的怀里 哭得全身发抖 有了依靠孩子才会哭吧 二十三年来 增加内心深处 无时无刻都在渴望亲情 曾经亲生母亲得知 他在养父母家过得不好 找到他让他回家 养父母知道后 便提出让他拿出 二十万的抚养费 从此一刀两断 增加当然拿不出二十万 亲生父母承诺 这笔钱 他们出 那时的增加 以为自己找回了亲情 有一次亲生母亲的手机 需要下载一个APP 让增加帮忙 他无意间发现 亲生父母和其他四个姐弟 有一个叫一家人的微信群 他不在里面 在那个群里 他的血亲 至亲们的话题中心是 要不要花二十万将他赎回来 谁有钱谁出 反正我没钱 二十万把他赎回来 谁知道还养不养得熟 那些伤人的字眼 像一把把尖刀 扎进增加的心口上 他几乎是落荒而逃 一次次渴望 一次次失望 将增加的心揉得稀碎 他曾经以为自己是不值得爱 才得不到亲人的善待 但冯母告诉他 这世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缘分 爱情如此 亲情更是 你与他们没有缘分做亲人 那就不做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妈 你的事我们冯家来管 相恋半年后 增加和冯宁领了结婚证 护口本是弟弟替他 从养父母家偷出来的 弟弟说 姐我知道爸妈对你不好 但我没有办法 只希望你不要把我也当做仇人 看着渐渐长大的弟弟 增加伸出手摸摸他的头 弟弟是在那个家庭里的唯一温暖 所以这些年他一直没有跟养父母撕破脸 养父母得知增加结婚后 跑来南京闹事 公婆不想让增加为难 出面宴请他们吃饭 饭桌上养父母开口 被要讨要二十万的饭养费 养父母说 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结婚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有没有把我们当长辈 接着又说 你今天好好跟我们道歉 这事就算过去了 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 也许是一家人三个字 刺激到了增加 他猛的一下站起来 冯宁连忙拉住他 然而呢 增加却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一字一句的告诉养父母 我们从来不是一家人 从前不是 以后也不是 为人父母 你们根本没尽到一点责任 这二十万 我一分都不会给你们 那晚两家人不慌而散 增加给养父母发出一条微信 那条微信详细记录了 他十二岁那年 撞见养母和同事外遇的所有经过 这么多年 他因为顾忌弟弟 一直没说这事 可是现在他不能再忍让了 婆婆说 那二十万由他们冯家来出 冯宁一家心疼增加 不想他和亲人变成仇人 可是谁猜是他的亲人呢 增加已经看得很清楚 养父母从来没有把他当亲人 真正已经能当亲人对待的 只有冯宁一家人 养母打了电话 气急败坏地说 你可以啊 翅膀硬了 都敢威胁我了 是的 增加冷冷地说 是的 他的翅膀硬了 如今的增加有了真正爱护他 心疼他的亲人 他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 孤苦无依的小女孩了 现在的他 不仅要保护自己 更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冯宁家的更不是 所以这次他绝不妥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们下转听下来 知道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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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